看着眼前这个楚楚可怜的女人 这个男人不免动了色心 还恬不知识地说 原来就在昨夜 沈恋与林云凯奉命厮杀北斋先生 而北斋先生又是谁 这故事还要从八年前说起 天气年间明军大败 魏忠贤风头正盛 权倾朝野 沈恋从诗横遍野的修罗场上 救下两人 为首的是将领陆文昭 看着战场上逝去的千万将士 陆文昭留下一滴热泪 我算不成了死 就得换个活法 换个活法 怎么活 画面一转 魏忠贤在垂吊 而陆文昭则静候在一旁 像个小太监一样 看着魏公公钓到鱼 却拽不上来 陆文昭二话不说就下水捞鱼 这就是陆文昭的活法 战好队的他 不仅身为千户 还总有轻松简单的任务交给他 这天陆文昭说有个画家 竟然敢编排魏公公 他将此事交给了林云凯去处理 神练听到要刺杀的人名字后 顿时愣住了 这不就是晋海师傅的字画里 自己最喜欢的那个作者吗 深夜 林云凯来到北斋先生的府邸 而神练也跟了过来 可等他见到时 神练却愣住了 北斋先生竟是一位姑娘 而且神练还认识他 原来就在昨天大雨滂沱 神练独自走在路上 人人都怕他身上的飞鱼服 和那把绣春刀 只有北斋不仅不怕 还上前为他挡雨 离去时 他还不忘提醒他 这个如同画中走出来的姑娘 让神练一时无法自拔 记忆闪灰 林云凯看着眼前 这位楚楚可怜的姑娘 顿时色心大气 神练不忍 拿到上前威胁 还瞥了一眼北斋 可就是这一眼 却被林云凯看出了端倪 他看出了神练和北斋认识 于是拿出自己的小本们 开始记仇 写下了神练暗通逆挡 这可是死罪啊 神练想要拿回本子 林云凯不仅不给 还上前调戏 于是两人便打了起来 林云凯不敌神练 大声说道 魏公公是自己的舅舅 神练犹豫了 可林云凯却趁机耍阴招 打斗中神练失手 杀死了林云凯 而一旁的北斋也溜走了 等神练追出去时 人早就没影了 第二天 锦卫被杀 上头命令彻查此案 就连陆文昭对此事也不好插手 办案是裴伦 他第一个查的就是神练 不仅因为他嫌疑大 更因为神练杀死了 自己唯一的一位好友 这时 陆文昭上前来打圆场 在陆文昭的说辞下 裴伦顿时明白话中的意思 但随即话锋一转 说势必要抓住北斋 神练看了一眼裴伦 转身离去 可刚到家 就发现了墙上的字条 上面写着 杀几一位者最统谋逆 神练明白 昨晚的事情已经走漏了风声 夜晚神练前去应援 可没想到三人早就在林中等候多时 一人拿着刀盾 攻守兼备 一人拿着狼牙棒 威力巨大 围手的女子叫丁白鹰 看似手无腹肌之力 神练一插刀 刀影之间 神练洋装撤退 实则冲向人畜无害的丁白鹰 可他丝毫不慌 抽刀 划刀 断刀 一套操作 行云流水 竟将绣春刀斩断 看着脖子上夹着的七架刀 神练有些懵 有人说如果你不烧掉暗毒库 我就把你杀死锦衣的事情 告知官府 可暗毒库是什么地方 那可是记录朝廷 所有要案重案的档案室 但想要活命的神练 只能同意 可暗毒库有重兵把守 岂容神练说少就少呢 他不是雷家音 他是吃货探长裴伦 他查到永安寺的斋饭不错 于是便上门试吃 裴伦边吃边问到寺里的和尚 将北斋的字画给了谁 原来裴伦查到 近海和尚常守北斋的字画 并前来盘问 但近海和尚却答非所问 而且笔罗的官兵也是会来事 转头就将近海和尚的话 变了个意思 近海和尚说 收了东林逆党字画的 都是好人 这波操作 可把近海和尚给吓坏了 梅伦撕掉笔罗对近海说 再给你一次机会 到底给了谁 近海无奈 只好供出神练 另一边 神练前往安毒库 可这里早就有重兵把守 就连锦衣卫都不能进 神练刚响硬闯 身后却传来了一个声音 神练回头 来的人正是正班长 论招急忙上前打了原场 可班长却丝毫不给面子 怎么什么阿猫狗 都能进来呢 陆文昭面露尴尬 但也是什么也没说 只能陪着笑脸送他进去 可没想到 正班长却回头说 你也甭进去了 陆文昭一愣 也没啥好说的 只好站在门外 恭送正长班进去 正长班进门后 陆文昭无奈对弟弟说道 陪伦已经盯上你了 你自己小心点 说完便转身离开 可神练却没在意 当晚便潜入安毒库 泼洒燃油 可就在火箱 急进落地的那一刻 神练察觉到不对 原来救灾不久前 皇上游船落水 直到现在都病重不起 而与此案相关的人 在第二天都被逐一灭口 而这一切的证据 就在这宝船建造机要中 突然 神练听到外面有动静 便想带着宝船建造机要离开 可刚到院中 神练便发现 院中多了个影子 是正长班 神练想跑 却被正长班的流行锤挡住去路 神练抽出绣春刀 正长班想看到底是谁 但神练却不想多做纠缠 逃进安毒库 不声响 正长班破门而入 黑暗中 正长班不小心点热了燃油 安毒库瞬间化成火海 而此时 正长班也看到 家贼正式审练 发现自己打不过 正长班跑出去 想要叫人来捉拿审练 就在正长班跑到门口 即将喊人的时候 被一锤敲到了脑袋 直接倒地 生死不明 被送到衙门后 陆文昭上前检查伤势 正长班拼尽全力 挤出了两个字 是审练 可等到上次听的时候 正长班已经没了气 上次问他说什么 陆文昭却说什么都没听清 他对审练将事情压了下去 另一边的裴伦发现 审练和掌印太监 是修罗场上幸存下来的人 而掌印太监 则是在皇上沉船后 暴毙身亡 裴伦认为 审练就是谋害皇上的逆党 于是 他便找到了陆文昭 告发审练 裴伦刚说完 陆文昭便看向裴伦的身后 来的人正是丁白鹰一行人 裴伦抽出袖春刀 准备应战 可没想到 陆文昭却从身后 将他刺伤 裴伦寡不敌众 看着眼前这四海八荒 第一美人 裴伦打趣的说道 你肯定想不到 眼前这个风趣幽默的男人 竟惨遭背后捅妖子 命是一线之计 他射出暗器 杀死了丁泰 随后便消失的无影无松 另一边 陆文昭将这一切串联起来 发现掌印太监 与陆文昭是一伙的 而这一切的矛盾 都指向白天北斋所说的神秘人 同时也是北斋的钟情之人 突然 北斋发现河里飘着一个人 凑近一看 原来是陪伦 神练将其救起 并带回医治 就在这时 陆文昭却突然来访 他要求神练交出保存建造机要 神练不肯 对陆文昭说道 你就不怕我将你牟记的事情捅出去吗 原来当时皇上游船落水 正是陆文昭与掌印太监动的手脚 事后 陆文昭杀害掌印太监 并将其嫁祸给东厂 而陆文昭所说的换个活法 并不是当魏忠贤的狗 而是要杀了魏忠贤 除掉燕党 神练威胁陆文昭 可陆文昭根本不怕 看着眼前不停劝的弟弟 陆文昭只能心痛离开 此时 为了杀魏忠贤的他 已经无路可退 陆文昭刚出门 院内顿时枪声大作 而神练则带两人点火 逃入密室 北斋想去找自己的钟情之人 用保存建造机要换条生路 可神练却说 你死想过那个人 神练突然想到什么 他决定替北斋 去见见那个神秘人 见到死人后 神练验证了心中的一切 原来他们不是想杀皇上 而是要杀魏忠贤 但如今 皇上深信魏忠贤 能除掉燕党的 大明信王朱有简 神练要求信王 放他们一条生路 信王同意了 但前提是要杀了北斋 神练不肯 决定带着两人跑路 就在两人以为 凶多吉少时 神练回来了 他带着两人连夜出发 路上神练骗北斋 风声过了 他自会来接你 可等到深夜 裴伦与神练商议逃跑路线时 神练却说 如有追兵 我们再次甩掉他们 裴伦愣了一下 随即便反应过来 而这时装睡的北斋 才明白 自己在信王眼中 不过是一枚棋子罢了 哪有什么感情可言 在随后的逃亡中 神练一行人 还是被路文昭拦住了去路 神练让北斋先行离开 自据裴伦挡住路文昭 在一番大战后 路文昭还是败下阵来 可就在这时 裴伦察觉到了不对劲 原来树林里 早已埋伏了大批人马 路文昭此时也明白了 自己也只不过是 信王众多棋子中的一个 随后 路文昭被乱刀砍死 而丁白因为了给师父报仇 也血染白袍 而此时 北斋去而复返 神练为了保护北斋 毅然决然地砍掉了断桥 自己被一刀砍中晕死 而裴伦则生死不明 故救后 先王驾崩 细王继位年号重真 上任后 但先是割除了魏仲贤的一切之物 又将早已身处死牢的神练给赦免了 一入棋局深似海 入局容易 想要活着出去 却没那么简单 好了我是AJ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记得点赞关注双连 我们下期再见